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是乳癌 一个就是子宫颈癌 那么今天我们要跟观众朋友来深入探讨子宫颈癌的预防 还有如果罹患了子宫颈癌 我们要做什么样子的一个治疗 然后对我们身心有什么需要做更多的调试的地方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的是 鼠立双合医院妇产科的主任 袁九重主任 欢迎袁主任 谢谢 林主持人好 是 主任我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子宫颈癌跟乳癌是台湾十大癌症当中 女性朋友其实非常值得关注了两种癌症 那我们今天谈到子宫颈癌 我知道子宫是对于女生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那子宫颈的部位可不可以请主任先跟我们来讲一下 好 子宫是一个梨状的组织 像梨形的一个组织是这个样子 它的下端是这个叫做子宫的颈 这是像一个子宫的头部 就这样 好 所以子宫颈癌 大部分是发在 发生在子宫的头部 这个地方 就是像这个头部是刚好就是阴道和子宫的交界点 这个前面的就是头部 它发生的位置刚好就是里面的子宫内颈 到子宫外部 子宫颈的外部这个交界点 它叫做一个转型区 这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一个区域 是 好 所以子宫颈癌的形成 就主任您在临床上面的这个经验 子宫颈癌的形成跟哪几点有关系呢 讲起来子宫颈癌大概最有关系就是 现在讲的人类乳涂状病毒 就是叫HPV这个事情 那HPV在子宫颈 我们现在知道所谓的癌症就是子侵犯癌症 大概真正用分子生物很精密的检查 有报告说到99.7% 那几乎就是全部都有影响力 所以为什么这个HPV的角色这么重要 所以我们认为子宫颈 它这个是第一个 第一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 那其他就是一些流行病学的因素 比如常常讲的一些性的一些问题 照顾的问题 它的卫生习惯的问题等等 那这是其次的 最主要是借由这个媒介 HPV的这个病毒 它的媒介 那这个病毒是只有女生会得到吗 还是说男性朋友也有可能 男生也会得 它不光是子宫颈癌 现在有些像我们讲的 有的像男生的这个阴静癌 还有一些不管男女生的 他像咽头 还有肛门 这些大 就是都有点关系 好几种孩子都有关系 在女生还有阴导 外阴部都有关系 所以你看起来 它就根本就不见得是 女生而已的病 是 所以如果我们受到HPV病毒的一个感染的话 会有什么样子的症状呢 是 在我们先讲男生 因为男生常常没有症状 在女生的话 就是当现在所谓HPV 大家最关心的是 其中一部分是致癌的 所谓高危险的 一部分是不致癌的 像这个菜花型那种 那真的是讲起来 就在男生几乎看不到什么症状 但在女生的话会 大概也是没有症状了 除非她在年度的检查 或她有觉得特殊的 一些奇怪的症状去看 偶然发现的常有 所以病毒本身是没有症状 所以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 但是如果就女生来讲 她会觉得说 是不是感觉是阴道发炎 或什么这种感觉吗 也许很严重的时候 她才会有 一般来讲 早期也大概没什么特别的 不过常常她有病发 其他的像细菌 霉菌的一些发炎是有可能 因为她也许个人 也不是太注意 个人的卫生的时候 就比较会有症状 像刚刚讲白带多 严重的时候 当时她HPV 会使这个细胞开始不稳定 会有一些变化的开始的时候 就是开始血管会增加 那时候当然就也许会造成 在一起以后的出血等等 早期来讲起来 单单讲一个感染 她常常是来了又去了 有的时候她其实是没有症状 大部分都经过一段时间就消失掉 所以它消失掉 可以不用任何的用药 它就消失掉了吗 就是说你又重复接触了感染源的话 就比较难消除 所以长时间进入在这种发炎 这种同样的刺激的话 可想而知是危险性大一些的 那就比较不容易好 所以HPV病毒它会经过接触而感染吗 传染吗 对 这是绝对会的 例如说就是性行为的接触 是 那就男生也是一样吗 男生也会得到 但是男生我讲回来 他就大概症状不太明显 他必须要去过筛检 才能够知道 筛检才也不太容易知道 男生若是低度的危险 刚刚讲菜花看得到 如果菜花以外的 常常没有症状 有时候几乎是没有什么发炎的感觉 好 所以我这边有一个资料上面写说 油就是在伸直器的HPV 是经由皮肤的接触和扩散 主要是性接触 那么他提到说这个子宫颈内上皮瘤 这是一种油吗 是一种瘤 小瘤 小瘤 瘤是油 现在我们讲的油脂的是叫Walt W-A-R-T 一般来讲它是一个中称 其中当然有所谓的低度高度危险引起的 我刚刚讲的是 比如说是在一般 不是生殖器器官发生的 或者有一些是上升发生的一些油脂 那常常是低度的 像HPV里面有低度危险 最常就是6型 第11型这两种 所以它会也有 在生殖器方面就是菜花这些 实际上它不是致癌型的病毒 那这种它是都有的 是 好 所以刚才讲的这个HPV病毒 是不是如果有人罹患了子宫颈癌的话 它一定会是HPV病毒 一定会经过那个过程吗 几乎都有 现在说它比例讲起来是这么高 真的去探导已经所谓的子宫颈癌症 就侵犯性的癌症做起来 就是95到99.7%的报告都有 那就几乎这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可不可以说 HPV感染度比较高的朋友 女性朋友 他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 是 确实是如此 但是HPV病毒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 可以 可以用子宫颈癌疫苗吗 不是 检测方面就已经有办法 现在最主要是做它的基因检查 叫做HPV DNA的检查 那现在市面当时有两种 一个是国际通用的HC Type 2的第一种 那很多也有用本土我们自己制造的那种 就是测定它的哪一种形态的病毒 因为这个HPV里面还有一个形态 即使高危险 里面还是有很多种的形态 它可以测定 就这两种的效果都很好 就是经过DNA的检测 大概就知道它是不是属于这方面 有没有危险性 那我们如果知道了 我们有HPV病毒 通常是用什么方式去处理 用药吗 大致是在初步阶段 如果它没有病核的抹片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大概什么都不用 就是观察 但是如果持续存在 比如说一连下去 半连一连 老是出现这样子 一连最终还是这样子 我们又做这个畜栓的涂抹 发现它有比较明显的一些变化的话 很明显的病灶 这时候可以做一些局部治疗 局部治疗比较简单 就比如说冷冻 电烧 这些雷射 这些比较简单的 那稍微处理就比较可以 但是这样呢 如果高危险的因素没有去掉的话 当然它再得的机会 还是会有 还是有 是 好 那通常这种再得的机会 怎么样去把这种 如果有一次感染性这个HPV的病毒 怎么样去让自己下次得到这样子的几率 可以降低 是跟我们 是跟我们的什么 哪一个部分有关系 就是接触源要尽量减少 OK 接触的 比如它里面知道对象有这个的话 对对对 但是如果有看到病灶 赶快治疗 如果没有病灶的时候 那是两个同房的时候 一定要就是性生活的时候 性交的时候 一定要保险套是比较安全 所以性接触之外的原因有哪一些吗 性 目前为止 病毒 像我们讲的是 性接触是为主了 但是并不排除 有的是是不是太 卫生习惯太没有注意到 环境非常的有些污染 是有可能的这方面 是 所以子宫颈癌耗发的年龄 大概是在几岁到几岁 如果是讲癌症 我们讲癌症 就讲侵犯癌症好了 大概35到45之间 也有的报告是到48岁 大概是比较 年纪不是太大 年纪不是太大 在主任您的临床经验里头 年纪比较轻的 大概是几岁 就会有这样 其实有30岁之前 30岁之前 对 早些我们认为这一组 真的是 好像抑后比较不好 有时候他 曾经有文章探讨 他是不是免疫力比较差 30岁之前 特别是这个 可能本身是自己的 遗传或基因的问题吗 遗传方面 目前关系 讲得不太清楚 有一点暗示这方面 但是就是最主要免疫力 稍微差是一个看法了 但是有不同的报告 认为说是年纪 和这比较没关系 但是就 您提到这个很重要 就是年纪轻的 会让我们大家 特别觉得惊讶 是 所以觉得好好 有时候一个生命 就消失掉的话 就很大调的 非常强烈的印象 所以大家就会想的 非常的 就是认为这个病 可能是一个太毒了 或者怎么样 在年纪轻的 是不是特别毒啊 但真正的研究 是做那种 比较大量的研究 认为还不是一个因素 很多的癌症的防治当中 都会提到说 不要吸烟 那吸烟跟子宫颈癌的 关联性是如何 确实有很大的关联性 那吸烟就是会引起 子宫颈癌的发生率 会增加两三倍 那这是很惊人的 是 它会促进一些物质 比较更 治癌性更强 现在我们讲到 吸烟是一手烟嘛 那如果二手烟跟一手烟的威力 也是这么大吗 二手烟在子宫颈癌的报告不多 但是在乳癌 在其他癌症有呈现 二手烟一定要是有这个效力 确实是 我相信是一样 好 那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 例如说更年期的朋友 就会觉得女性荷尔蒙丧失 是 女性荷尔蒙跟子宫颈癌之间的 关联性是如何 到目前为止 这个荷尔蒙的关联不是太清楚 但是说早前认为这样子 尤其是室管类的研究 认为这个就是女性荷尔蒙 叫 Etrogene这方面 它会使子宫颈更不稳定 也许使其中一些病毒 这种高危险病毒 也是更活药 有这方面的报告 那这还没办法带到 就是实验室 在动物实验这方面 以上的研究 还不是挺清楚 但是一直有提到这一类 比如说里面讲的一个是避孕药 和这个子宫颈癌的关系 有提到 它是增加的倍数 它的意义性 还是在一个 还值得探讨的一个阶段 还不是确定 是 这几年 国家的这个卫生署也好 或者是 很多的医院 其实也都还蛮 倡导女性朋友 可能是30岁左右 或者是结了婚 开始有性行为的时候 就要去做子宫颈的抹片检查 是 那子宫颈癌 它的 自愈率有多大 是 子宫颈癌如果是早期发现 像这样子 每年都做一次检查 是 这样子 至少你三年做一次检查的话 如果发现也不会太严重 因为这个病是一个非常慢的 它是一个比较慢成的 是非常非常慢 从07 就是细胞病变 到07的程度 到侵犯可能 还有9到15年的这种报告 所以是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 只要你定期检查 几乎可以就是早期发现 早期发现 它预后就非常的好 我们说第一个是癌症 癌症早期 当然现在是讲的是 第一期第二期以上 这样的早期 然后其他2B期 算是晚期了 处理比较麻烦一点 但是真正的早期的发现 不是指子宫颈癌 而是子宫颈前期病灶 就在癌症前期的 包括07 我们这一类的病 全部叫做CIN 就是它是在表皮的范围 之类的变化 这个阶段有很长的时间 所以从第一级 不是7 第一级 第二级 第三级 第三级才是07的癌症 之后它这个时候 才会有一些血管的 很严重的变化 这时候细胞开始 非常的不稳定 开始往下钻 这时候才叫侵犯癌症 就穿过了最后的一层 我们叫做侵犯的癌症 那个时候才是很严重 所以讲了CIN的这个阶段 几乎都是完全治好 包括07 几乎是百分之百治好 记忆率有到百分之百 所以07现在就说 不应该算是子宫颈癌 但是现在在统计里面 都有两个数字 比如说包括07的 算在里面就很大量 就是好像是 父女十大癌症的第二名 实际上里面 07占了一半以上 你把07拿掉以后 就变成第六名 所以是蛮后面的 所以如果我们有定期 做子宫颈抹片检查的话 的确是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治愈率非常的高 对不起 它发生率是第五名 死亡率它是排名到第六 其实是很晚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聊 OK 它的征兆 刚才主任有提到说 就是可能白带分泌物变多 那会有疼痛的感觉吗 常常没有痛 除非是次发性的一些感染 细菌等等 这种机会不太大 如果是不正常的出血的话 会有这样的症状吗 有 有时候会 但是你知道女生的最大的症状 就是一个痛 就一般正常女生也常有一个痛 一个出血不正常 所以常常认为说 出血会想到这个癌症 其实癌症是偶发事件的 癌症这个发炎到后来比较重 它充血 接触性的会出血 这种是一个现象 真的是到第三期第四期以后 当然比较会有症状 可想而知 就表示这个病 其实上是一个非常慢慢进行 它也许有一些症状 但是常常很正常的复理 一般健康的复理 一些症状混在一起 所以是并不太能够用症状来 做筛解 来去探别 或筛检它 那我们一般的筛检的方法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子宫颈抹片检查的筛检 除了子宫颈抹片检查筛检 还有其他的筛检方法吗 筛检目前 大概子宫颈抹片筛检是 最传统 最传统的 因为进行了几十年 是 叫Papalicula 这个人 因此得了 他真的是 最伟大的贡献 其实他因为 抹片发展出来 他拯救人比 两次世界大战战还要多 所以这个是一个 最简单又好做的一个实验 一个检查 一个检查 到目前为止 真的是没有一个方法 能够取代它 当然有新的东西都出来了 比如说是刚刚讲的DNA检查 那个非常敏感 敏感不表示 它的专益度这么高 它就很敏感 但是常常有一些 就是并不是癌症的 诊策出来 另外它也要需要 大概1000块到1200块 左右的价钱 要自费的 另外现在当然有所谓 电脑 大量的月片 这种它都是一种改善 但是真的讲起来一些 还有现在所谓 薄成抹片 当然这都是 能够做当然是最好 薄成抹片但是要charge钱 另外要额外付费 但是真的讲起来 就是一个单纯的抹片 你只要规则去做 其实它那个价值 达到的是差不多 所以我们常常讲的 它的一个cost and effect 就是花费和你的效益 讲起来 其实讲起来 单纯抹片其实是非常好的 所以子宫颈抹片 它发现早期的子宫颈癌的 这种几率有多大 其实蛮高的 就是如果定期的抹片 但是我们想想有时候在 在有的区域我们现在发现 常常来一些抹片 就是第一次做抹片 就一塌糊涂了 原来它以前都没有做抹片 这种晚期的病人 其实还是有 常常是年纪比较大 比较不是都会中心的这种医院 它就真的是有一群人 它就怎么打死不出来做抹片 是 有的是三年没做 你叫它鼓励三年以内 它不做 六年它也不做 十年不做的还是有 所以这就是大家要努力的一个目标 是 所以还是国立女性朋友 而且健保其实好像有这样子的优惠 是不是 有这样子的 我们有这样的权力可以去做 是不是 有权力但是要顾到她自己的决定 她自己还有最大的自主性 是 她可以完全拒绝 因为很多女生会觉得说 哇又要内疹 是不是 然后就会觉得有这种 恐惧 恐惧感 对 好 所以这个子宫颈抹片还是一个最方便 然后也是 准确度也是非常高的 好 子宫颈抹片 那么在疫苗的部分 因为我发现这几年 有很多的子宫颈癌的预防疫苗出来了 那请主任来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两种为主 全球的推展 其中一种比较后来出来的 它现在也做了完整的报告 都有一万八千多例 这个是非常大量的研究 那做了更多的更不要讲 那这是很惊人的 那四价的子宫颈疫苗是先出来 那二价的是后出来 就所谓四价就是 我们针对的病毒里面的16 18 还有61 我刚刚提过 这61是所谓菜化型的一种病变 是比较低危险的 那二价当时针对子宫颈癌 它最主要的两大角色 就是16 18 所以这两个稍微有一点差别 是 那这两个的这个价格的部分 因为这都是自费嘛 对不对 这两个的价钱会有差距吗 应该是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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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看到这个宣导 我不知道是药厂还是这个医院 就是子宫颈癌打的这个时间点 在十多岁就可以打了 在国外研究到九岁都有打的 九岁啊 我们这边研究大概是 以十三岁到二十六岁 世界的潮流大概是这样子 它越早打越好 因为它的免疫系统是一个非常坦白的 好像一张白纸那种 它免疫力可以引起的比较好 理论上是最好的一种年纪的接受 所以就很年轻的 等于是国外研究是九岁 台湾的是十三岁左右 等于是小六或国一的阶段 可以取得 而且它是一次要打不止一针嘛 三针 三针 那像我这样三几岁 打还有效吗 它是年龄组 你只能说科学证据到二十六 那其实年龄 它后来的年龄层已经开放到 像做到四四岁啊 它认为还是有抗体 还是有出来 但是它这不是规定的一个用料 但是我们可以估计 它的抗体一定会起来 一定有某些程度的保护 那将来当时我们讲 凭两人讲除了这个病毒以外 除了这个病毒 对这个器官的影响以外 将来对各方面 可能也有一些初步结果出来 好像是有一些帮助的 我刚才提过一些其他的器官 是 打这个疫苗会有副作用吗 几乎是没有了 就像打疫苗 一般它有一些 它的一些辅佐剂 它会有一些身体的反应 比如说红肿热痛 有点微烧 这是比较大的反应 其他部分是不会的 它疫苗差不了太远 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 是 很特异性的一些 所谓的免疫反应 那是极少极少 结果是没有 是 如果有一些妇女朋友 他因为手术的关系 子宫已经摘除了的话 他还需要再做抹片吗 在国外正式报告是这样讲的 就是一般手术完 也许再做一次最终 我现在讲的就是 它原来不是癌症开刀 原来是子宫紧癌开刀的话 那这样还是要长期追踪 还是要最终 那如果不是的话 就良性 比如说良性肌瘤等等 你开了刀 子宫拿掉以后 其实有的时候是可以不做 有的时候是做一次 或者做两次就够了 以后可以不做 因为这方面的病 像阴道上端的表皮 虽然和子宫紧很类似 但是它比较不会引起 这方面的癌症 那个发生率非常的低 但是我们还是鼓励 比如说过一段时间检查一下 还是好了 比如你三年检查一下 那因为它针对里面的其他的器官 可以同时做检查 比如说卵巢 对不对 这方面 其他器官顺便做个检查 也是很好的 好 那子宫紧癌的疫苗的部分呢 有分做四架跟二架的 这个子宫紧的疫苗 那么子宫紧癌症的分歧 刚才主任也提到 其实零期的治愈率 几乎到达了百分之百 几乎是百分百 好 那零期也称作原胃癌 是的 癌细胞只侵犯在上皮之内 还没有达到基底膜 侵犯到真皮的组织 从零期癌发展到一起 在台湾平均只有四年 这段过程当中 只要跟医生密切合作 发现的几率非常大 手术的治愈率高达了百分之百 所以很多的女性朋友 如果早期发现的话 她几乎是治愈率很高 但是像有一些周遭朋友 得到癌症 她最害怕就复发 那如果零期她已经治疗了 复发几率大概有多少 几乎也很少 有复发当然有不同报告 她是零到二三percent 零到二个percent 或零到三个percent 那都是 就是复发也可以再接着 再做一些治疗 再也都治好了 所以为什么她把它排除了 真正的癌症之外 是好 所以这是零期 是的 一期的部分 癌细胞已经穿过了肌底膜 但侵犯的范围还是局限在子宫颈之内 依照侵犯的程度的申请 又分作EA跟EB 所以EA跟EB 它的治愈率还是高的 还是很高 EB是比较稍微麻烦一点 它做的手术 常常是牵涉到 叫所谓的根除手术 子宫颈根除 它包括领巴腺摘除 骨面下领巴腺摘除 腹主动脉的领巴腺 旁边摘除 所以它的程度 当然是1B比1A要差的蛮大的 因为1A的话 它常常借助一些局限性的治疗 那现在当然最常见的是 比如说1A系里面 当然也有程度了 大致来讲 它可以借由一个子宫切除 或子宫旁边的周围组织 切掉一点点 那就可以了 但是1B其他切的范围是完整 是蛮宽广的 所以这种子宫根除手术 还是有它的一个伤害性 是 主任我想了解一下 你提到的栽除是指哪一个部位 是 那这是一个子宫 刚刚讲的 这是子宫的颈 那我们现在说是 一般的子宫切除 当然就这样切掉了 那是因为它是癌症 所以是1A7的 可能切的稍微 就是切大一点边 或甚至切的 这个类三分之一的 这个旁边的组织 原来是这旁边的组织 特别重要 这旁边组织叫做一些节地组织 最主要它这边只要长到这个地方的话 它就会随到这边的血管 淋巴管 它会往上 扩散 会走开了 而且常常走到远处 就是可能性 所以这是我们对这旁边组织 侵犯到 已经到外面去 到第二期 第二期的 所以这是蛮麻烦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手术就在第二A期的时候 它是到阴道的本身 上三分之二 它没有到外面去的时候 还算可以做手术 还是安全的 它做的就是脂宫根除手术 和刚才不一样的时候 它做的范围广 我们提到这旁边是很重要 所以它实际上是 整个这一块是要拿掉 不见得包括卵巢 所以卵巢在年轻福利 是可以保留的 就拿掉上三分之一的阴道 都拿掉 这大概两到四公分左右 那子宫是这样拿掉 现在手术方面 越来越趋于保守 最主要是它里面 周围很多神经 通到膀胱 通到大肠的神经 会受影响 所以造成排便的问题 所以现在比较很高级的 就是手术当中 这根除手术 还是想办法做的 尽量把神经保留 保留下来 做一些手术 又达到同样的防癌的效果 是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原胃癌 就是零期的这个子宫颈癌 不需要拿到这么多吧 这个 如果是零期的话 零期绝大部分 其实绝大部分 光做子宫颈的锥状切除就够了 只是把那子宫颈 做一个圆锥状 就像冰淇淋那个 叫我们叫圆锥 大概是就这样子 再切个圆锥 锥心往上 这样子切一个圆锥下来 就好了 因为子宫颈是圆圆的 就锥上去就好了 只要它边缘干净 就到此为止 OK 大部分都治好了 是 治疗完之后 对于这样子的患者 他在生活上面 会有什么改变吗 对零期来讲 几乎完全没有改变 完全没有 但是一期之后 他切除了范围比较大的时候 一期他当然会有一些 第一期弯A期大概还差不多了 单纯子宫切除也是没什么影响 就是弯B的比较做刚刚讲的 标准的子宫根除手术 那首先会影响到它里面的一些 像刚刚讲的神经方面的问题 所以排便 不管是大小便 常常便秘 常常小便觉得不是很顺利 大概会点蚕余料 这些是常有 所以并发的有时候会感染 所以这就比较要稍微 着重一些事情来预防 所以两个手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好 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聊 子宫颈癌的分期 一到四期 我们刚才已经了解了第一期 又分做这个侵犯的程度深浅 EA跟EB两期 那么第二期的部分 癌细胞穿过了子宫颈 不过还尚未侵入到 阴道下三分之一处跟骨盆壁 所以它侵犯的部位大概是 第二期它就往下走 但是还随着阴道走 我刚才讲的 它最主要这些组织 我们还没有往外面走 外面走的时候就是2B期了 走到外面 我们是认为就比较不好的 所以我们真的治疗的切断点 是在2A 比如手术的切断点 2A以上我们不太做手术 不是绝对 但是不太做 就是大概就是 做子宫根做手术 到2A的阶段 2B以上 因为我们认为它这个地方受侵犯 这个地方受侵犯 这个地方 这个是淋巴管走出去 机会就很大 要做的话 要做很宽广 那真的做下来的话 当然有不同的报告 有人说是手术做得很好 但是有人说 早期的2B还是可以手术 这样同样做下来 但是现在大部分趋势 就是说是2B期以上 它走一个标准的疗程 就是2B到第4A期的 大概都偏向于化学治疗 加上放射线治疗一起做了 就比较认为是稍微晚一些 是 就是不做外科的手术了 它直接用放生性治疗 去杀那些癌细胞 加化学治疗 加化学治疗 加化学治疗是很重要 因为在1999年以后 它认为这是一大突破 这两个加在一起效果很好 好 那到了第三期 已经侵入到这个 阴道下三分之一处 跟骨盆壁了 那么第四期 已经蔓延到膀胱直肠的黏膜 甚至发生远端器官的转移 如大肠或肺 所以子宫节癌如果到第四期的时候 它转移的大部分是 往上走 往下走都有可能 它都有可能 往上往下 往旁边都有 都是立体这种新的脏 但是随后那个淋巴管 它走得更快 也可以走得很高的 随着主动脉 直接上去 也可以往下面延伸下去 所以通常到第四期的时候 就也没有办法再去做 什么外科手术切除等等之类的 这有个单数 范围太大了 有一个单数是唯一的不一样 就是说 它甲铃侵犯是往前面 往后面而已 而不是像我刚才讲的 那个往旁边 往旁边讲的是非常糟糕 这方面因为太多的组织 是掌握不住的 但是如果它只前后长的时候 前面关系位置就是膀胱 后面就是大肠 单单长到它的联膜里面 就是所谓第四期 这个时候你只要把那个 一个这个把膀胱 或者把大肠一起拿掉 包括子宫 但是这是个很大的手术 叫内脏栽除术 到目前为止 现在并没有抛弃这个东西 它的效果也算不错 就是说它这样做的时候 它可以达到一个 所谓的那个安全距离 就离癌症 离这个就是我们癌症端 离外面的那个切端 还有一个安全距离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可以做 但是如果往旁边走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这个安全距离 嗯 所以就还是有手术的可能性 要看它癌细胞走的方向 走的方向很重要 是 ok 如果我们刚才主任有提到说 子宫颈癌的力时程它会走的比较慢 嗯就是说没有形成癌症之前 没有形成癌症之前 那时候不是那一形成癌症以后 那完全不一样 就很快了 速度是它是上看一个报告是 十六 一万六千倍还是十六万 十六一万六千倍的速度 比上之前的变化 都太快了 比上正常细胞那种那种移动性啊 是是 好所以刚才有提到说治疗的方法嘛 一个就是做一个外科手术的切数 不过这比较适合在 1早期 2A 2A1B是为主的 这做比较大的手术 标准的叫子宫根除手术 是 但是第一期就更轻微了 第一期大概子宫拿掉就可以了 那在一期以前像零期的一些 根本就局部治疗 零期最早子宫紧拿掉就可以了 整个子宫拿掉了之后 对于妇女朋友如果还没生小孩的话 她等于就没办法生孩子了吗 几乎就不可以 但是现在其实是有些方法了 就是年纪很轻 她明明就没有生过30岁 把卵子先保持 卵巢也保留 她子宫也保留 她这个用一个 假认她是D2A期的 1B期为主了 比较小的肿瘤 既然这是重点嘛 那子宫根除手术是拿这么宽广 因为这个东西要拿得很干净 旁边变得节地组织 支持组织要拿干净 那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 按照原来传统的根除手术 把这一块给它框下来 它就有一个安全距离 比如说1B期的 就把这段拿掉 剩下子宫的一半 或者三分之二 怎么办呢 它拉到阴道上面缝起来 这种限制在做 有机会怀孕 其实有不少报告有怀孕 所以他们还可以 怀孕的机会 它生存率也差不多 生存率 怀孕机会的看他自己 因为很多人都手术 这么大手术以后 他就不敢怀孕 像我们的病人 他有时做了 花了千辛万苦做完 也很好 他又继续有月经 各方面都很好 他从此对怀孕 他就非常有戒心 只要有心的话 其实有一半的机会 还是还蛮有机会的 所以子宫颈癌 它其实是不会去处理到 软巢这个部分的吗 软巢是可以看连续 其实它这个一般是不处理 因为它侵犯到软巢 机会极少 不到百分之一 不到百分之一 好 对于很多这个年轻女生来讲 其实觉得保留子宫 跟保留软巢 对于女生到底有什么影响 子宫是纯粹是生孩子 我们这个卵巢是不太一样 卵巢是当时负责荷尔蒙 是 我们现在讲荷尔蒙 大概停进是50 51岁 这时候 现在到在之前 我们在早先的阶段 比如20年前30年前 我们说是45岁 就劝病人说 反正手术卵巢就拿掉好了 因为它后发率 就是卵巢癌症是在后面 停进以后 但后来现在 因为延了48岁以后 在劝病人 到后来停进以后 现在还不见得 刚刚停进的时候 可能它卵巢是分别一些荷尔蒙 这虽然不是很够 一些男性素会增加一些 但男性素会经过身上的一些改变 一些酵素作用 会变成女性荷尔蒙 所以还可以提供一些 所以现在我们都比较尊重女生的看法 就是说 她对着荷尔蒙补充是非常在意 因为她这是天然的 她对荷尔蒙吃了药 吓得吓死了 她就比较不愿意用 所以这种 其实我们也可以就顺便问她的家住室 如果没有很多的癌症的话 其实就随她的意思就保留 但是我们今天刚好 最近刚好有些病患 就谈了这个问题 就是假定六七十岁了 要做一个卵巢的手术 她还是要求卵巢保留 那我就觉得是有点不可思议 真的是 因为就是这方面 还得多给她沟通一下 对于六七十岁的朋友 卵巢功能已经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了 是 她只有得癌症机会是有了 所以如果她的卵巢拿掉 如果摆这个case的话 她把卵巢拿掉 她就不会得到卵巢癌了吗 理论上应该是 就打开进去 现在没有卵巢的癌症 理论上是这样子 是 在世界上 不能说是绝绝对对 对对对 因为附魔有些 也奇怪的故事 我们今天就不谈 对好 那我们刚才提到就是 外科的手术 关于卵巢跟子宫的 保留与否这个部分 那么另外刚才有提到 放射性治疗跟化学治疗 有时候合并一起来做 那有什么不同 放射治疗是传统的 以往都是这样在做 以前到了B7以后 干脆就做化学 要叫放射治疗 放射治疗 放射治疗就是 放射把那些癌细胞给杀死 对它直接杀死 但是现在是为什么 99年之后有很大的进步 就说认为这些化学治疗 它真的是有帮助到 放射治疗的毒杀作用 而且它的副作用也是在 可以控制之下 而且使它的就是复发率 死亡率都减少一半 所以这是相当好的一个结果 所以从此以后 它世界性的就是 2B7到4A7都局部做治疗 做化学加放射治疗 是 化学治疗就包括口服的药物 是 跟静埋注射 打个是绝大部分是打针的 绝大部分 口服的很少 是的 好 所以子宫颈癌治疗过程当中的副作用 跟一般的癌症是差不多的吗 看哪一种治疗了 放射治疗 看它造的剂量 化学治疗 看它用了哪些药物 看它有的癌症用的药用了很多了 就是一次用很多的药 它的副作用就比较大 是 那讲起来子宫颈癌的化学治疗 并没有比别的癌症要更严重 它的副作用 大概还就是一般性 一般性的 好 我们之前提到一个胰脏癌 胰脏癌的这个痛好像非常的痛 是 那是最恐怖的癌症 是 对 那再来就是 有一个生物制剂疗法 是 这个疗法常用在治疗方面吗 生物制剂的疗法在 子宫颈癌是比较缺乏太强烈的证据 早先是有涂抹的 像现在有些很多 就是有涂抹的药物 好像是它早期的 即早期的 比如说有病变的时候 CIN的时候 它有转回来的机会 但是CIN太简单了 CIN我刚刚讲过 太好处理了 百分之百的治愈方法 是的 是 很多种方法可以局部治疗 好像不太值得用这种免疫 那个改变剂来做这个事情 是 所以它这个所谓的 这个生物制剂疗法 就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疗法 免疫疗法 对 现在免疫疗法 当然范围可以扩大一点 什么标靶什么都包括在内 但是这些对子宫颈癌 都是所谓真正的子宫颈癌 是还在实验阶段 没有到人体上去 甚至包括病毒的治疗性的这种疫苗 它都没有真正的在临床上被认定 所以还在研究中 还在研究当中 但是我们前面讲的这几种方法 其实就在临床的治疗当中 它的效果已经可以看得到了 那通常子宫颈癌的患者 如果是三期四期的话 主任你们也会是说五年存活之后就算成功了吗 就是复发就会少一点 为什么是五年啊 为什么一直听到五年这个数字 这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有人说说五年是不是就是代表它只活五年 那这是绝大的一个错误了 它一般就密切追踪前面两年很重要 它很容易在前两年复发 那之后就比较复发机会比较少 时间越拉越长 也许到后来一年最终一次 包括抹片等等 就是我们根据很多的病人的统计 发现94到95%左右 都在前面五年复发 这是指子宫颈癌 不是针对所有癌症 那其他实际上还有5%的左右 是在后面发生的 那有人说十年后有没有 还是有 变得很少很少 但是很晚发生的也不好 也是一个不好的因素 但是绝大部分在前面五年 keep得很好的话 我们认为五年以后都没有发病 就像我刚才讲的 就很少的机会再复发了 大概就可以视同是好 视同是已经治愈了 但是还是要重视我们的生活习惯 是的 饮食习惯 饮食习惯跟子宫颈癌 饮食习惯有一些都是 很比较初步的研究 那目前我们想讲的 现在研究其实在很多的 讲食品的药品 甚至包括市面上讲的等等 证据很强烈的 还不到的程度 我相信是一些癌症预防的 一些食物 蔬果 我相信是很重要 也提到说很多过去讲的 什么姜黄素 什么咖喱 或者有些是一些 常常讲的一些什么 蜆黄素 番茄素等等 这些都是有些癌症的预防 现在最主要这些食物的预防开始有点具体化 在比较新的报告就传统的就是非常经典的杂志出来 它这些大概有好几种很多种 它的利润的基础稍微改变了 它是好像是针对血管 我们知道现在针对血管的意志是真的是癌症 由开始有良性变化 开始有点怪异意的时候 这变成侵犯癌症 血管的真身 这种奇怪的肿瘤血管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里面有牵手的因素有几百种 但是这些东西好像和它有关联 慢慢已经有这样成型 有这样的研究出来了 但是在子宫颈癌 我们也特别留意不太多 像提到的是绿茶 是好像有一些些初步的报告 都是初步 对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谈 谢谢 我们聊到有一些食物 对我们的身体 的确是还蛮健康的 那其实各种各类来 都不断提到说 如果吃了太多动物性脂肪的话 对我们身体也是不好的 或者造成负担 那么刚才主任也提到说 一些蔬果 例如茄红素啦 姜黄素等等 那还有什么样的食物 因为很多的女性朋友 会喝所谓的优弱乳 优弱乳跟发炎 关联性有吗 他讲的肠道 有些肠道的调整肠胃 这方面可能有些帮助 但是在子宫颈这方面 大概是没什么牵扯 因为我们什么 阴道如果常反复发炎的 就有朋友就说 有医生说是不是可以 和优弱乳减少发炎 就是有菌种 可以让我们的什么等等 但我不知道这个是 有研究数据的吗 可能它是喜欢 比较偏酸性的一种讲法 实际上没有数据呈现 这个和优弱乳对子宫颈癌 的有什么关联 大概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 刚刚讲的一些食物 有的真的是 我们讲的是蔬果 五蔬果是真的 很好的一个观念 其实就色彩越多 越鲜艳的这个水果 常常是非常好 像紫色的 常常讲的紫色葡萄 紫色葡萄 这个是非常好的 黄色的木瓜 这些黄色的很多 加里也是 咖喱这个也是 绿色的当然就是 十字科的那种绿色 当然是非常重要 绿茶 菠菜 我讲的是比较强烈的 这些十字科的植物 花椰菜 这个非常好的 还有什么 还有橙色 橙色就是柳丁这里 橘子这里也相当的好 所以其实就是蔬果要多样 然后多种 多摄 多摄取 我刚刚突然讲到一个 肥胖跟子宫颈癌 会有关联性吗 因为有很多的研究报告 告诉我们说 腰围的肥胖 可能跟内脏的脂肪 脂肪太多有关系 然后可能就会 衍生到后面 有一些病变发生 那子宫颈癌呢 跟肥胖会有关系吗 实际上是没有了 但是就真的是 最近有paper 就是有文章 谈到这个问题 他就真的去研究 但是结果发现没有 没有关系 病毒的活药性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 但是就是它和子宫有关系 它就是子宫内膜癌症 确定是肥胖有关系 肥胖跟子宫的内膜 子宫颈癌是没有关系 但跟子宫内膜癌有关系 子宫内膜在这个里面 沿着子宫的内颈往上面 这个引起的一种腺癌 对我们有关系 就女生的妇科来讲 可能会有哪几种癌病变 子宫颈癌 子宫内膜癌 还会有卵巢癌 卵巢 疏软管癌 阴道癌 外阴癌 反正只要有组织的 它都会有癌症 都有癌症的机会 所以也有疏软管癌 有啊 还有腹膜癌症 譬如这上面cover一层 盖的一层是腹膜 腹膜也会得癌症 但是腹膜癌症 常常在卵巢周围 和卵巢的癌症 早先搞不清楚 所以现在慢慢分出来 这是很特殊的 是 好 那么子宫颈癌 因为大家都觉得 蚊癌色变 然后平常就会 吃很多保健食品 那么台湾的保健食品 市场也非常大宗 主任你会建议 女性朋友吃一些 保健食品吗 只要不要吃过量 不要吃过量 我们是经过一些 要界的朋友 是 他是很学术的 他说不管什么 好不好的要 反正不要吃 不要持续吃太久 不要吃太大量 不要持续吃太久 就是要换 是 因为他生物效能 他还是受影响 是 那另外从天然的食物 已经非常好了 可以填补很多事情 其实是不太需要 特别的怎么样 是 好 那很多的女性朋友 在更年期 可能更年期前后 会是一个 对我们来讲一个蛮大的 一个难关 难关跟改变 对部分 是 所以多补充大豆义黄酮 对我们女性朋友 是好的吗 应该是不错 我讲它其实 这个isoflavin 就是这个女性荷尔蒙的里面 其中有一部分 有的是 不是isoflavin 有其他的植物性的 女性荷尔蒙 目前提到也是 对子宫紧癌 是在做研究 这方面的保护 等等 那你刚刚讲的是 停静症候群 在大豆义黄酮方面 可以试到吃吃看 就是对一般福利 可以 他如果愿意吃 但他对一般的 荷尔蒙非常恐惧的话 那试试看 但是真正有效的 还是一小部分 如果这个最主要 这单纸 现在市面上 大豆义黄酮 或这一类的 成品的药 它isoflavin方面 本身是 其实美国的FDA 还没有approve 还没有认为 它是真的有效 而是里面有的成分 认为是可能是 有其他的成分 加进去 是有的 比如说一种 酱草类的 black cohorts 这一类的 在里面 反而是比较认为 是有点有效果 那这方面 我相信还在继续研究 因为植物性的荷尔蒙 是研究越来越深入 它也分了很多类出来 那将来我相信 会有突破 因为很多女性 在更年期之后 就会面临一种考验 是我到底要不要 擦或吃荷尔蒙 然后又会担心说 它到底跟 所谓的乳癌 这个关联性 有多大 那主任您的看法是如何 它确实是 那篇文章 是2002年出来 WHI的研究 是非常清楚的 它可以增加了 26%的乳癌的机会 那是针对65岁以上的 美国的妇女 相当大一批人做出来 所以非常肯定 所以之后 大家都不敢用 全部大概 只剩三分之一左右 它在勉强在用 但是大家即使在用 也很恐惧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 慢慢就谈出来了 后续的研究也出来 甲铃拿掉子宫 因为它也许 肌瘤怎么拿掉子宫 它就不需要 补充黄体素 来保护子宫 它不需要 所以这个单用 女性荷尔蒙 所谓持激素的话 它几乎是 这五年之内 它那个乳癌没有增加 在数字上 可能还降低 但是统计上 不到降低的程度 像这方面是比较 前面几年是安全 到十年 十五年以后 可能才拉平 再超过 所以这一组的事 比较真的是安全一些 但对其他的 它有的一停经 都受不了 就有的是 很幸运的 没有症状 这是很少很少 其他就是到底要不要吃 都在问 是 所以现在的原则 开始慢慢走向一个 共同的趋势 叫做一个 裁剪式的治疗 叫Telotherapy 那就好像裁缝 帮你裁个人的 量子衣服 那样子 或是个人化治疗 那这就是看你个人 你对这个方面的 症状是怎么样 对 你也许可以一些 其他的补充剂 不是荷尔蒙 如果你真的是到后来 还是要用 就帮你裁剪 怎么裁剪呢 你将来也许用一段时间 也许你用剂量低一点 对 你用的时间短的话 它还是危险形势 应该是比较低的 所以还是个人化 好 今天非常谢谢 鼠立酸和医院 夫产哥的 袁九重主任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关于子宫颈癌的 专业知识 也提供给 观众朋友做个参考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再次谢谢袁主任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